啊 啊 来来 我 接下来救你了 来来 不回去四二 来来来来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是哪啊 这是什么 来了 你不想进宫 也不必去寻死啊 啊 记起来了 我现在是慕容兰 被选中入宫 当朝皇帝玄成是个大暴君 传说先进宫的都活不过第二天 算了算了 别进宫了 爹 我真的可以不用进宫吗 接着你这一个女儿 骗老命 我也要保你周全 皇上有纸 慕容家长女慕容兰 即刻入宫选秀 不得有误 老婆就是屁杀老命 要不你陪你们进火坑 啊 大群扮 刚来就死 来啊 你不想进宫 你也不用去寻死啊 这是 重生啊 爹 就你这一个女儿 我就是活了老命 也要保你周全 哦 原来可以重来啊 奉天长运 皇帝诏约 老婆 让我去 我去去去 哎呦 本公公还没宣旨呢 我知道 入宫选秀嘛 我去就行了 这还是第一家上赶着的 行吧 那奴才先在外面候着 还请小主 快些准备吧 嗯 来人 你怎么 哎爹啊 我要是再不答应了 你又要随会 我是说 你老常常本事 我可怜的来人 是为父无用啊 哎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 随一次就打个岔 那就是说 啊 我有九条命 那还怕个啥 爹 你放心 女儿子翻进宫 一定给你照顾复回来 小主便住这吧 三日后便选秀 好嘞 嗯 啊 怎么 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本小姐最烦 你们这种收手会了的人 给我做教子不识抬去 我的话丑些 小姐明白 小姐 够奴才 找个这么丑的进宫 皇上息怒 那慕容兰谎称自己国色天姿 实则丑陋不堪 这是鸡君啊 胆大包天 三指 此此慕容兰 一别三次 曾旨 西洋洋 来洋洋 来洋洋 北洋洋 皇上有旨 慕容兰鸡君往上 即刻杀 什么情况我拿着西军了 嗯 又死了一次 好吧 还真不能小瞧这三黄鸡 哼哼哼 公公 请稍后啊 我 哼 走 今儿个就先这样吧 登山 良心作品 这皇宫里 果然水很深 一个小小的画师都可能要了你的命 还不知道选秀为怎么样呢 哇塞 哇塞 大帅哥 大胆 太后万福皆安 走起来吧 你是哪个宫的 欺变太后 她是新入宫的绣女慕容兰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与外男眉目传情 我没有啊太后 哀家亲眼所见 说此不知恋痴 男人呢 把她的眼督子给我挖成 然后仗布 笑 啊 啊 又死了一次 在这皇宫里 看看帅哥的犯法 我不干 我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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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不干不干 大帅哥 大胆 糟了 怕什么来什么 参见太后后 那起来吧 你们方才作甚 睡下怎么办呢 太后荣禀 方才这位小主 被十字路滑倒 被下官护住 一时忘了男女有别 租载下官一人 柳琴师快快评诗 这出手相救乃是君子所为 柳琴师可有受伤啊 咦 这太后 这帅哥动手动脚的 你自己才不知道廉耻 太后 选秀的时辰快到了 摆驾 恭送太后 你是从早前 柳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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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柳琴里 大人多有恒 大人哪里的花 蓝小主我们该走了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 您被封为贵人了 谢天谢天 我总算活着封为贵人了 哎不对 外面见过皇上呢 说的是啊 可皇上就破格封了小主 和宫上下 救您一位 我这也太幸运了吧 可是我们下一步是要做啥呀 三日后觐见太后 过了仪式 您就是实打实的贵人了 那觐见太后 我需要注意到啥呀 您只要规矩矩的 太后自然不会为难您 行了 反正还有命 参见太后 这哪位是皇上清风的蓝贵人呢 我我我 臣妻莫容兰参见太后 你这 极有此理 啥情况 怎么又惹她生气了 大胆难贵人 竟敢冒犯太后 啊 我我做什么了 瞧你这一身衣裳 太后偏爱自己 你个庶民之女 也配穿 这分明 就是藐视太后 天呐 也没人跟我说不能穿紫色呀 刚来就敢藐视哀家 她是弱德成那还了得 男人呢 给我拖出去杖毙 吃一剪笑容 太后 恭喜小主 我贺喜小主打进去 我问你 太后是不是最爱紫糖色 小主你怎么不就笑啊 你怎么不早说 怪我浪费一条命 小主你胡说什么呢 乖 我问你啊 太后除了紫糖色 她还喜欢什么颜色 这个嘛 太后还喜欢 湖蓝藏青 霉红和鹅黄 难怪 那些妃嫔们没有一个穿这些颜色的 有办法了 参见太后 这哪位是皇上新封的蓝贵人呢 臣妾慕容兰 参见太后 这身胡蓝色的倒挺佩妮 果然是蓝贵人 嘿嘿 这次可做足功课了 多谢太后夸奖 进盟圣赞 不如妹妹即兴一曲 为太后注注心 哀家也想听听 那蓝贵人 你就选一样乐器 随意演奏一曲吧 这几样乐器我都会 若是演奏随意 只怕老太后要怪罪 就选琵琶吧 难度最大也最出彩 看本小姐给你弹一曲 大猪小猪落浴盘 停 我好怕死 搞什么 我又找谁弄谁了 大胆蓝贵人 你可知错 嗯 真的又做错什么了 这和宫上下都知道 中贵妃的琵琶乃是一绝 你刚才得了几句夸赞 便在中贵妃的面前显摆 是不是不把我们贵妃 放在眼里啊 蓝妹妹 本宫母家乃是世袭情 你一个庶民出身的女子 竟然公然与本宫叫她 我看你是根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我去 我就弹个琵琶 毕竟弹得好也是错 太后 蓝妹妹新进宫布之内里 还请太后宽恕 你今日不宜穿红蓝色 都挨家所好 不呼一选琵琶 可见是个亲戚之人 若留你在此 他日只会在后宫兴风作浪 男人 多出去杖毕 鼻子笑容 恭喜小主 贺喜小主 哎呀少废话 我问你 中贵妃是不是最擅长弹琵琶 小主你怎么知晓 哎呀我拜托你能用你口气 跟我说完了 你和我忧的脑背责面 小主你又胡说什么呢 啊 你怎么失误啊 哎呀 從現在開始我問你什麼 你就給我打什麼 哦 中貴妃喜歡什麼顏色 中貴妃喜歡胡藍色 那中貴妃除了擅長彈琵琶 他還擅長什麼 他還擅長蒸和蕭 太后是不是特別喜歡這個軍隊 中貴妃可是太后的婊子女兒 原來是親戚 不錯 我再問你啊 別問了奴才答不動了 皇上最經歷什麼 參見太后 哪位是皇上新風的臣妾慕容嵐參見太后 這 嵐妹妹這身衣裳倒是素雅的很 臣妾愚鈍不懂搭配 倒有點像當年喬貴妃入宮的樣子 衣裳素雅 倒不知六義如何 不如妹妹集信一曲 給太后出出信 蘭貴人 那你就選一樣樂器 隨意演奏一曲吧 想要還想害我 這也是何物啊 太后 臣妾覺得你聽見了那些傳統樂器 所以準備了這個新鮮的樂 這東西能演奏 這東西能演奏 你就搶手吧 這東西 妹妹哪來的呀 呈現面蜂女素梅連夜做的 你喜歡嗎 素梅何在 不必在 來人 給我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踩下去 貴妃你幹什麼 在宮裡做這種奇巧一物 無無正業 我的鬼妃兩面 都被再也不敢了 也罷 蘭貴人 那你就再談個爭吧 這個消也行 我來個去啊 不死不休啊 這個咋種 嗯 蘭貴人 陳姐 陳姐 怎麼 難道你想抗拒 老天呀 這關到底怎麼過呀 隨時重來吧 宣旨 宣旨 太后 皇上口譽 今晚宣 這關蘭貴人事情 哇塞 皇上救我了 也罷 蘭貴人 那你且去準備一下吧 太后 太后 好了 挨家乏了 都退一下吧 第一次見皇上 穿什麼衣服好呢 可惜 這個朝代他沒有那種 嗯 羞死了 貴人您的晚上到了 嗯 不管了 先吃為敬 等我吃飽了 先試起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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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麼回事啊 啊 我 是你啊 想試起 做夢 你幹嘛 做夢 本宮 有什麼 嗯 啊 �가 贵人 您的晚上到了 我大意了 在这宫里吃个东西都得小心 行 钟贵妃 老娘就陪你好好玩玩 哎呀 去把武座找来 在禀告太后就说 蓝贵人报废 是 太后蓝贵人他 报废了 怎么回事啊 启禀太后 蓝夫人有可血病 嘴孔生变 还是早日安葬为好 谁说的 你 你怎么 我没死 你是不是很失望呀 蓝贵人 这是怎么回事 启禀太后 从贵妃在陈姐的饭菜里下毒 再想毒死陈姐 太后 蓝贵人污蔑陈姐 你说钟贵妃下毒 你怎么没死啊 陈姐知道那饭菜有毒 当然没吃了 既没吃 又怎知饭菜里有毒 太后 都是蓝贵人做的局 他自己给自己饭菜下毒 又找人来好报 定是他同武座一起来污蔑群庆 太后饶命啊太后 我呸 你跟着先告犯人 过来 南贵人 污蔑贵妃可是死罪 陈姐才是受害者好不好 男人 把我都磋下去长了 南贵人 杖毕 啊 啊 啊 又要已经消灭了 贵人您的晚上到了 你怎么那么天真 那太后跟贵妃是一伙的 上司包庇亲信 这么多年职场经验 你别困了你 已经死了七次了 必须得清醒些了 啊 啊 这姐姐您来的正好 刚才有着老鼠 他偷吃沉洁的饭菜 结果 中毒吐血 还打发饭菜逃走了 啊 老鼠中毒 还逃走了 对啊 你说 我们要不要扎住那只老鼠 然后把它花咽一下 对了这些饭菜也可以花咽一下 啊 这件事吧就交给姐姐处理 你 千万不要生章 以免会上担心 这真好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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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是 皇上 蓝贵人来了 对一下吧 是 这就是暴君玄臣 挺随和的嘛 海飞 坐 啊 桌上的糕點 你給你隨便吃 人家謝主隆恩 嗯 哈哈哈 哎雷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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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是 你都看到了 啊啊 你知道他是誰嗎 誰啊 他是朕已故的髮妻 但他是最蠢之女 不慌 刺死你他 不許別人提起 那 真見真見什麼都沒看到 你是不是覺得 你眉眼之間跟他有點像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這心底的令 知道連你的身體 被死 還好 還剩下一條命 啊 糟了 怎么还偏偏重生到了这个点 你都看多了 我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是危险警告 怎么办 只剩一条命了 这必死体该怎么办呀 你敢行刺阵 这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去呢 这不会让你 临时处死 1260刀 为什么碰到画就不报警了 难道这画能救我 对了 我有办法了 星辰 是我呀 你是谁 我 完美计划通 我就是画中人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是谁 糟了 刚才忘了问名字了 我是 你是 爽爱吗 姐姐提醒 对 我是纯儿 纯儿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宣承 我也想你 纯儿 你为什么不叫我 纯纯了 纯 纯 当初你往死 不包涵至尽 如今我是皇帝了 再也没有人 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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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你是公狗吗 一来就有那个 你我一阳两阁 不可再幸福气之时 可是我 我要回去了 你要保重好龙体 对了 差点忘了 那个慕容兰姑娘 跟我眉眼神似 性情温顺 要好好待她 嗯 嗯 明天 皇上 臣妾 臣妾这是在哪啊 嗯 你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来人 集三根谷 三根谷 三根谷出大事三根谷 皇帝 半夜级三根谷到底有什么急事 朕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听纸吧 能让皇帝及三根谷 天大的钥匙说吧 臣妾贵等皇上圣旨 听好了 圣 要加封兰贵 都起来吧 然后呢 没有了 啊 就这 什么 就只是加封兰贵啊 怎么了 皇上 三根谷乃后宫烽火台 若非大事不可随意积之 臣妾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没想到 就只是加封兰贵 皇帝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贵人 究竟三根谷 弄了后宫上下不得爱你 身为皇帝 谁能如此行事 幕后 朕就是要让后宫上上下下都知道 朕要加封了 三根谷是这么隆重啊 糟了 我就想在后宫低调点 保平安 苟皇帝 你这一搞 我又要被针对了 太后 其实臣妾 有正在 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古有周幽王点风火西诸侯 难道皇帝也要做婚兵吗 红颜获水 硕留慈米 你会霍国殃民 糟了 我就想做个小透明 怎么变成霍国殃民的奸妃了 来人家 这个古美妖妃给我托 死了 果然危险了 哦皇帝 你这是诚心要我扫 我这兄弟小命了呀 默奢 皇帝 你连挨家的话都不听了吗 幕后 老祖宗说过 后宫不得担政 朕要加封一个匪子 乃是大事 幕后也要干预吗 也罢不就是加封一个小小的贵人吗 皇帝你说要怎么加封 案组制贵人上一位是品位 皇上如此宠爱蓝妹妹 恐怕不只是品位 姐人你少在那拱火 莫非皇上想要加封蓝贵人为贵妃 不行 我朝侧宗妃嫔 都要按极进声 慕容蓝只是一个贵女 怎么能一月就做贵妃 太后 皇上如此宠爱妹妹 想必不只是会按极进声 姐人你能不能闭嘴呀 皇上 若真宠爱蓝妹妹 可以先封品位 你在交封 小妹妹 品位哪里配得上咱们蓝妹妹呀 皇上估计是想让她与咱们平起平坐 你要分为贵 谁说朕也奉蓝而为贵妃了 来人 宣旨 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贵人慕容氏 温慧秉心 柔家表度 允和母仪于天下 朕以策宝策 立为皇后 亲子 皇后 皇后 让我做皇后 让我做皇后 这一向太后非断了我不可 皇帝你是尸心疯了吗 母后 有何不同 这慕容来 非富非贵非贤非德凭什么做皇后 就凭朕 是 关他 太后饶命了 我真没想做皇后啊 岚儿 起来 别怕这乃仙子 让谁做皇后都可以 皇上 臣妾就只想安安奋奋的 你就饶了我吧 不求什么融化不惠 朕就知道 你不是凡俗之人 既然你不要融化不惠 朕就给你一片真心 我来个去 这恋爱的皇帝 他到底懂没懂我意思啊 太后 臣妾等进宫多年 也只是分为贵妃 没想到妹妹一进宫 就分为了皇后 这样姐妹们以后怎么做 又不平常 不换卦而换不全 太后 岂有此 来人 你容来魅惑主上手乱朝钢 挨家脱出去 你可这样 去你啊 又要依旧笑容了 谁来救救我呀 谁敢动人的玩 啊 哀家是太后 皇帝不得阻拦 朕是天子与袭在此 谁敢造死 岂有此理 你们哥哥都是木头人吗 哀家命你们马上拿下侮辱了 啊 小屁而敢 皇帝你疯了 谁敢动狼儿 与吕童 这可怎么办 叔叔 哀家自有办法 皇帝你可别忘了 先帝曾有遗证 皇上立后这种大事 除了哀家组议 更有了皇叔的意见 这个皇叔是谁啊 如果皇叔是咱皇上的亲叔叔 当你老皇帝还差点皇位赵 那就是说 这个皇叔太有皇位继承权了 二十四 万一皇叔大发雷霆 废了皇帝 那谁来保护我 太后他们一定把我碎尸万顿呀 来人 请皇叔 皇上别呀 皇上别呀 这个皇后我不当了 我不当皇后也没事 真金口欲言 既可办法 那皇叔要是不同意 那真就让他知道 不同意的下场 不疯了 那可是皇叔呀 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之爱了 不能再失去年 这狗皇帝虽然恋爱恼 但对一个女孩子这么真心 放在现代 绝对是极变好男人啊 太后 要是皇叔呀 那和不了皇上怎么办 不可能 先帝都要让皇叔去 要是皇上失心奉 对皇叔的 那他就是大逆不道 了他也不敢 老臣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 皇叔免礼 谢太后 太后 落叶招臣前来 不知所谓何事 是为了皇儿的 皇叔 更要立后 那位皇上 要立谁为后啊 就是真的难了 皇叔 先帝说过皇上立后这种大事 还要问问您老的意见 那您老就随便说说就是 太后既如此说的话 那老臣 走与老卖老 随便说 你千万别搞事情了 我就生一条命了 敢问皇上 为何要立慕容兰为后啊 真喜欢她 不此而已 仅仅此 敢问太后 下如何呀 哀将的意思还用问呢 这个慕容兰不过是庶民之女 主公十日尚浅 求恩责义 皇叔 咱妹妹封个品位 已是至极 更何况皇后 刚才说 谁要敢动呢 问一下我手中的刀 胡闹 皇二 你岂敢在皇叔面前放肆 放肆了 先帝在时尚且敬重皇叔 你如此执意妄言 叔 还请您执行皇家家法 太后放心 老爷们掌管宗室之事 即便是皇帝 如何名理不合 老臣自会遭及宗室 请皇家家法 皇叔 我觉得 没有到执行皇家家法那么严重吧 大胆 皇叔在与皇上和太后 轮得到你插嘴 我意思是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啦 何必闹这么僵了啦 哎呀 不年过节 那不还是得 一起在一个座上吃喜吗 你说是不是呀 谁呀 你的妖妃迷惑皇上 刚才皇上已经顶撞太后 莫非 你还想让皇上 你让皇叔不成 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皇叔你看看 此等妖妇 再能为后 还请皇叔 为天下安定长相 太后所言 极为有理啊 来人 把慕如兰给我拉下去 谁谈 皇二 难道皇叔的话 你也不听了吗 这算是天塌下来 宗室要立兰儿为后 哈哈哈哈 皇上 你好道的口气啊 皇叔 需要试一试 正手里的宝藏 哦 皇帝 你别冲动啊 皇叔你这是什么意思 太后啊 老臣倒是觉得 皇上立兰购也为后 并无不妥呀 啥情况 皇叔是好人 皇叔 您老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并不反对皇上立后 多谢皇上 荒谬 皇帝立后乃国本大事 先帝有遗诏 皇叔需谨慎 先帝说过吗 来人 先帝遗诏 先帝遗诏在此 耳等后听 先帝遗诏 朕身后 国本大事 皇叔需谨慎 你干嘛 进去撕了你 你没有遗诏 你疯了 那是遗诏 又不是测识 你算 出你的命了 皇叔 国本大事 你若不谨慎 那就是忤逆先帝旨意 你可想清楚了 这就没办法了 既然先帝 让臣在国本大事上谨慎 让臣 只能奉命行事了 好 那就请皇叔 马上阻止皇帝立后 不容兰 你可想 皇叔 你若是感动兰 这就就是拼了 哎 别生动 皇叔 其实 我不做皇后 也没事了 不是 这全天下的女子 可都想当皇后 怎么 你 不想 哎 皇后有什么 我想没有要听 兰儿 别怕 今日 朕定要与你白头先了 皇上 竟然为了一个女子 连道你不到都不怕吗 啊 怎么可以说 皇上 我本大事 自当谨慎 所以立后之事 皇上 你可以自己的做主 皇上 你开什么玩笑 什么开玩笑 大后 微臣倒是斗胆疑问 皇后是什么 他是皇帝的政妻 帝国之母 对 皇后乃皇帝之政妻 既如此 皇上娶媳妇 她的家事 问我一个糟老头子干什么 我也不是她的阿玛 好 再说了 这天底下 哪有侄儿 娶侄媳妇 问亲叔叔的当理啊 啊 你这是强死过的 好家伙 这皇叔真是老狐狸啊 皇叔 还是你对侄啊 哎 好大侄啊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娶正妻 你阿玛要是知道了 非得揍你不可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的 只要遵命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啊 来 来 在 恭送皇叔 皇叔 您不能这样啊 皇叔 皇叔您没事吧 没事 哎呀 崔公公 多谢你提前提醒啊 这个臭小子 哎呀真是准备连我都傻呀 皇叔 多亏您成全 成全 我这把老骨头 还想活活几年弄 就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吧 可乐意去谁去谁去吧 母后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陈父 哀家就是不准 你敢怎样 你敢对哀家不敬 哎 你竟然我再小吃 哎呃 太后你没事吧 只要把生肌 你 não 你别乱说啊 母后 你今日 要是再对狼儿啊武力 朕就要打你不道 哎 你们快去劝劝皇上呀 不然要闹大了 这谁劝得住呀 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皇上杀太后吧 那可是她的母上大人呢 妹妹有所不知 太后只是皇上嫡母 啥意思 皇上不是太后亲生的 这样啊 难怪 那皇上要是杀太后 好像也不会添大雷劈啊 你说什么 不不不 我瞎说的 你快劝服皇上 怎么劝呢 不如 把其道而行之了 哇 皇上 你要捅就赶紧捅吧 你捅完了 咱们别睡觉啊 你竟敢忽恿皇帝对付哀家 你竟敢忽恿皇帝对付哀家 太后 皇上毕竟不是您老亲生的 你还算不着怎么生气 你竟敢这么跟哀家说话 反了你了 龙兰太后 皇上就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群尘若群起功之 这罪子超难得了的 此时吧 皇上如果今天一刀捅了您 好像也没事 你说什么 太后息怒 我其实恕比你好呀 少来 哀家就算死 我不会让你奸计得逞 嗯 真不怕死呀 我想想 历史上有啥太后和皇帝不合的典故吗 有了 狸猫换太子 有了 再后 你来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听啊 来来来来来 就是说呀 这从前呢皇后嫉妒宠妃 她就在宠妃的饭菜里下渡 然后宠妃吃了之后 然后宠妃吃了之后 这什么故事 我眼乱 我没说完呢 这个皇后呢她没有说完 她就领养这个宠妃的孩子 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呀 成了皇帝 她知道了生物的事情 马上翻脸 把太后给抓了起来 哎呦自乖灵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皇上杀了太后 再告诉群臣 是太后杀了她的生物 你敢欧眼 就是这个地方 这样一段骚操作下来 皇上杀你 首先你会不会 太后 也不是白子 哎 别说了别说了 皇帝 哀家准了 太后 不准 闹腾了大半天 哀家也罚了 哀家回宫吧 她怎么回事 姐姐 别问了 这是太后的臣民宠室 兰 你跟母后说了什么 她怎么就同意了 我就笑笑她 她怕死了 我就是想保命而已 我就是想保命而已 行 既然母后同意了 那朕再给你个惊喜 来人 选址 你又想干嘛 什么惊喜 您是惊吓吧 这 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赵公公 您才在 朕不是下了事 让群臣百官四方来事 全部来参加朕的会 这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 回皇上的话 接入午后 他们都让家夫来传话 都说偶杆封寒 无意出席 朕大婚 他们一个个偶杆封寒 跟进出对手 来人呢 你干嘛 传朕旨意 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抓过来 按头之息 如要不来 就地蒸发 一灭三足 慢着慢着 你干什么呀 你把他们都杀了 那以后谁给你打工了 打工 嗯 我是说 他们是大臣嘛 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处理炒政又不是吃鞋 你干嘛逼他们呀 他们跟朕过不去 所以你就要他们的脑袋 哎呀 凡事别动不动就杀人的 他们不来 那还有别人呢 对 蔡公公 这后宫嫔妃 怎么也没一个到的 皇上 太后说今日身体抱恙 非嫔妃们都去市集了 市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这大喜的日子 你就少得最新人吧 狼儿真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不就是吃鞋嘛 哎 虚公公 你会在 前朝和后宫都病了 太姐和宫女们都还在吧 啊 这下可真了 还是太后高明 一句话就没人敢去吃鞋 哀家准了又如何 一个人都没得大婚 还不羞死那个慕容呢 太后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啊 皇上是大婚宴席 闹大了 快说 皇上是不是大发雷霆了 皇上是不是责怪群臣了 他有没有当朝发落几个 比如说抄了谁的架 砍了谁的头 是 皇上 有没有发落没趣的妃子 有没有刺谁白铃 奴子 奴子不敢说 哎 怕什么 尽管说 太后 皇上这次估计得罪了不少 恐怕 哀家倒希望皇帝这次索性把事情闹大了 最好前朝也乱得套 这样大臣们还恨在心 我看他呀 如何收场 就是 后宫中还有那么多妃子 都是皇亲贵族的那个 这要是被发落了 那些公亲王爷 不得去找皇上闹起来 就是要让他们闹 而且闹得越大越好 这到头来呀 还得有哀家出面才能收场 是啊 皇上哪能离得了太后 到时候又要辛苦哀家这把老骨头了 太后 其实不是 哎 你今儿怎么了 说话吞吞吐吐的 皇上他没有发落群臣 也没发落后妃 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闹大了吗 奴才是说 皇上这大喜热闹大了 什么热闹大了 前朝后宫都没人去 谁能让这宴席热闹 皇上下旨了 让后宫所有的宫女太监 都进宫里去一起吃喜 哈 皇上还说了 让宫女太监的亲戚好友啊 都一起来 好家伙 这七大姑八大姨的 一下子就做了好几百桌 岂有此理 庶民其客进宫吃喜 皇上说了 这是普天同性与民同乐 疯了 这全都疯了这 如今呀 和宫上下 都念着皇后娘娘的好呢 皇后我呸 太后你快想想办法呀 哀家早有准备 把这幅画送到静氏房去 然后告诉石国柱 好了 谢谢吧 这是什么 哟 娘娘 您醒了 皇上呢 皇上上早朝去了 晨起时 娘娘身下压着皇上的半截袖子 皇上怕吵醒娘娘 就割断了袖子 哇塞 断袖啊 哼 娘娘 皇上对您是真没得说 这皇帝虽然有点封批 但是 真的很有难有力 哎 起床起床 有早餐吃吗 皇上多让奴才准备好了 天了 这是自助早餐啊 皇上说了 也不知道娘娘爱吃点什么 就都准备一点 还有很多没送过来呢 还有很多 嗯 早餐 待会儿奴才们伺候您更衣 难怪女人们都发疯似的要进宫当娘娘 做皇帝的女人真的太幸福了 哎 这下半辈子算是吃喝不成了 我这条小命总算是保住用来享福了 皇后娘娘 皇上请您又晚早晨就前往御书房试驾 知道了 这么难做 不然该浪费了 咋高点给贤臣送过去 哎 娘娘呢 哦 娘娘给皇上送导宪去了 哎呀呀不能气呀不能气呀 快去把年龄追回来快去 皇上 南蛮人来自汹汹 恐怕 只要夺我江山 亲我国土 为禁之计 只能是先干死南蛮人不可望 我不知道 堂堂大宣抄 他是南蛮人 他要打那边打 大不了 却欲驾亲征 可是如今国内兵力财力不足 一旦开战恐怕凶多吉少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 微臣之际不如提议和亲送一女子过去 方可避免暂时 老臣也觉得此计可行 送一对女人就能解决 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不早说 只是在于女子该选何人 还请皇上帝国 若是随意送一女子 南蛮人若是不满意 恐怕还是会开战 那你觉得应该送谁呢 老臣听闻 南蛮王怀念以故王妃 虽已娶了新人 但若是我们能送一个 和以故王妃长得像的女子 想去南蛮王人家 你们俩 见过南蛮王妃吗 微臣 没有见过 但听闻早年南蛮王妒潮 先进一趟等着 工作 画像 确实好酷 你去把画像 这彩虎的妙计 果然高明啊 不知道皇上看到画以后 会不会记得透学呀 皇上 皇上 吃早饭了 这女子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 皇上 你在开会啊 你在开会啊 哎 皇上 你先忙我就不打 皇上 这 这也太腻歪了吧 腻歪 这 大庭广众的 不太好吧 昨晚都都黄花烛了 怎么 害羞了 皇上 你还是先忙 我先 哎 就坐这 皇上 你开会 我在这 不合适啊 是皇后 怕什么 有什么不合适的 皇上 南蛮人扬言开诈 此事事关紧急 还请国事为重 皇后在此 恐有不妥吧 有何不妥 臣等还请皇上筛丝 切莫改了主制 我朝 还没有聘机司成的先例 后宫 不得干净 正说可以就可以 糟了 又报警了 骗金思辰 我不想做武则天 也不想做慈禧啊 狗皇爹 你就让我安心做个小偷鸣不行吗 非要这样做死我 贝贝 你怎么在发抖 臣妾 臣妾 哎 吃个葡萄吧 嗯 臣妾不想吃 皇上 你还是在 那吃个苹果呢 嗯 臣妾也不想吃 那你说 你喜欢吃什么 啊 随便说 你喜欢吃什么吗 嗯 臣妾喜欢 吃荔枝 荔枝 这是何物啊 欺骗皇上 荔枝买一袋的水果 京城市买不到的 那还不快拙人送来 皇后要吃 荔枝运送至迟 千里迢迢 陈文廷 荔枝的保鲜期只有三天 糟了 我忘了这是古代 荔枝不好搞啊 那就让人捉快马 三日之内必须送到 一记红尘非子孝 别搞事情啊 狗皇帝 极客下旨 让慕容大人着手此时 慕容大人 就是你的唐兄慕容国中 这已经封她为国舅爷了 这一下子孝孝了 又是荔枝 又是国中 我要翻版杨贵妃了 其乃夺难当头 皇后却以一己之事 劳民伤财 不不不不 人家不想吃荔枝 皇上你还是去 正宠爱自己的皇后 能得到你们指指点点 救命啊 我不想做红颜红水 我不想去马为夷 自挂动男之啊 这画上的女人 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 这就对了 老陈就说了 皇后娘娘看着眼熟 原来是和南蛮王 一个王妃 长得颇为相似啊 你想怎么样 皇上 这已经很明确了 只要有娘娘一个人 便可以退敌百万 为何不为之 是什么 别生动别生动 老大人 你这说的啥意思呀 那你别听她马虎说 这是绝对不会让你去和亲的 和亲 皇后娘娘 如今南蛮人沉迷百万 要侵吞我朝 若是开打 凶肌难测 南蛮王 一直想念她已故的王妃 而我们的皇后娘娘 与那王妃 长得十分相似 皇后娘娘 不如自我牺牲一下 为百姓着想 亲自去南蛮和亲 平息乱世 不是 你们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来个去 刚做了杨贵妃 现在又要我做王昭君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南蛮你放心 朕绝对不会让你去和亲的 就算是国破家王 朕也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 皇上 如今之际 和亲乃是上上之客 万不可因一人而费大事啊 上 小朕 用自己的女人去和亲吗 皇上 你贵为天子 什么样的女人 你得不到啊 为了一个女子 荒废国家大事 死女子 真是红颜祸祸祸国殃民 简直就是 打击在世 猫是重生啊 你这老的 竟然说我是打击 来人呐 给我把这老东西 拖下去看了 住手 我叫叫我 被老妖婆一来 还有谁能救我呀 来后 皇上为了皇后 叫杀当朝丞相 皇后 你竟然怂恿皇上 杀害大臣 我没有 你别乱说呀 皇帝 你是失心疯了吗 杜丞相可是三朝老臣 就这样被你杀了 难道你就不怕 兰武大臣口诛笔伐吗 是他以下半生 太后 如今情势未及 还请太后 祝臣大局 什么情势未及 真知慰言耸兵 太后 老臣今日和杜丞相前来 就是为了汇报 南蛮人已经起兵 若再不出兵 只怕要打到全神来了 太后 这可怎么办呀 大不了 这瑜伽心争 皇帝 你未免想的也太天真了 哀家刚才一路过来 士兵们已经知道了 只要送皇后去和亲 便可平息战事 他们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他们暗算过 士兵们都说 如果一人能够平息战事 他们何必去送死呢 是啊 现如今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很高 皇帝 还得办吧 皇上 臣妾 是不是没救啊 皇后 牺牲你一人整救我大悬朝 皇后你也是光荣伟大呀 是啊 是啊 只是让你去和亲 又没让你送死 和亲 那南蛮 是不是很远很野蛮呀 听说啊 他们都是蛮蟻 一年只洗一次澡 老南蛮王死了 王妃就要嫁给下一任南蛮王 皇上 皇上 朕绝不让你去和亲 太感动了 我对我真是太好了 皇帝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想清楚了 我绝不让你收拾 天呐 这皇帝对我太好了 来人 次皇后等酒 什么 怎么你自己选啊 不是 你刚不是还说不让人欺负我吗 你现在怎么就要 怎 自徒救了你 是这么能 再让他保护好你 你放心 你死后 这一定来配你 你这是直接就摆了不干了 一辞了之 他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等敌人 打进来生情你吧 那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真是的 这皇帝脑子有问题吧 动不动就杀人还动不动想自杀 情况还没那么糟 当真 不容易被人死 你清醒点好不好 敌人还没打进来 你先自尽 还有我陪你去死 我费多大的劲才绑住这条小命 你知道吗你 动不动就寻死命活的 真受不了你 皇后还有时间咋在说风料话呢 什么风料话 不就是个南蛮王吗 做了和亲人打仗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看来皇后已经有妙计可以退 不防输出来 样子 怎么办呀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不想吧 难道破局就在南蛮王身上 脚踩他脸 对了 皇上 陈倩想问石将军几句话 你问吧 石将军 我问你 那个南蛮王才怎么样 南蛮王 年过六十 秦宝不扬 但 威武不凡 皇后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不成 这么着急就想嫁过去和亲吗 太后 我已经有夫君了 我不能去和亲了 倒是您老守寡这么多年年纪又差不多 要我 集合心 赵子 开个玩笑 说正事啊 石将军 那个南蛮王他有王妃吗 王妃一人 没有妾室 那个王妃他人怎么样 说到这个南蛮王妃 是天下皆知的木老虎 何东狮可爱吃醋了 何东狮 这就对了 皇上 陈倩有办法可以退南蛮兵 皇后还真能耐 当真有办法 可千万不要勉弃 皇后娘娘 你之前找南蛮王妃收礼去吗 那可不行 说不定南蛮王看到我 直接就抢流了呢 我才没那么熟呢 赵公公 我们入宫时 那些选秀秀女的画像还在吗 在呢 那些秀女的画像都存着呢 赵公公 你去把那些画像 再加上一箱珠宝首饰 一起去送给那个南蛮王妃 悄悄的 是 只不过那些首饰 我房间里多的是 你就拿下去就好了 妈 那首饰都是我送给你的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作为皇后 应该有个表率呀 皇后 一箱珠宝加一箱画像就能退录 这皇后未免也太天真了 那就试试看喽 小公公 赶紧去吧 龙子坚址 太后 都已经过了那么久 南蛮人好像还没退录 咱们女人呢 就老老实实呆在后宫少干正 这免得像某些人 竟是笑话 皇上 如果南蛮人真的不退录 臣妾可舍不得你御驾亲征 皇帝就算现在想御驾亲征也难呀 难免那么多人在闹公平 你 太后 你就这么想皇上的江山倒台啊 这就有什么好处 胡说八道什么 皇上没了 南蛮兵来了 你以为你就真的能保命了 我看你虽然年纪有点大了 但是风姿绰越 也许南蛮王真的看得上你哦 你 启禀皇上 南蛮人 南蛮人退录了 什么怎么可能 什么怎么可能 一箱珠宝和画像 南蛮人就退录了 千真万确 史诗已在京城传开 将什么都说 皇后娘娘好忌宝 好 那现在 可还有人逼宫啊 都言不好 杜首将重谋几十年没有办到的事情 皇后娘娘办到了 将什么都愿臣步于皇上 和皇后娘娘 兰儿 请过来 太后 你可还有花药 大将军 你呢 皇后娘娘 神奇妙善 老臣 这才不如 从今以后 愿听皇上 皇后娘娘 这一次 这一次 多亏了 皇上 你都累了一天了 还是那么生了何虎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一箱珠宝和画卷 就能让他们退彬的 这个呀 是我们老师曾经说过的 就是说呀 曾经有个皇帝 叫刘邦 他被匈奴人 给团团围住了 眼看就要嗝屁的时候 谋士从情 就送了一幅美人图 给那个匈奴大王的老婆 说呀 这是我们皇上的美人 结果 你才怎么着 怎么着啊 那个匈奴大王的老婆 一看到那幅美人图 醋坛的宝霸 他心里在想 我家大王要是击败了刘邦 那岂不是 要活着这个小妖精 那我的后宫 又多了个狐狸精 不行不行不行 就这样 疯狂的吹着面风 然后 大王退兵了 妙啊 利用女人的不己心 女人最懂女人嘛 不过来你放心 这呢 就算看过再多的美人图 也不会动心 因为这的心 是 皇上你又来 皇上我在这呢 来 我一天 哈哈 紧紧的看着你的脸 告诉你未来 每一天 都会像今天这么甜 天上月老的 见过的 缠绕你的脸 仿佛等待了 你万年 怎么看你也看不厌 皇后 皇后 这怎么一夜夜的都是皇后 太后息怒 岂有此理 皇上这一个月都去了皇后那 哀家 不是让你把皇后的绿头牌都撤了吗 奴太照办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皇上这一个月 压根就没翻牌的 皇上没完 就直接去皇后宫里了 这皇上 怎么对慕容兰这么上心 大概是这个贱人的眉眼 长得像一个故人吧 太后是说皇上曾经的旧情人 不仅如此 她知道的好像还挺多 那日她突然跟哀家说什么 皇后毒害丑妃 难道 她知道了当年 闭嘴 来日方长 哀家就不信 皇帝能护她一辈子 皇上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皇后免礼 今日给朕准备了什么惊喜 你跟我来 这 这 这是何物 你别问 你看尝尝 嗯 好吃 这个呀 是我用天山运来的冰块 再加上新鲜的牛奶做的 好吃吧 果真好吃 朕从未吃过 好好 果然毒气降下 嘿嘿 果然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得先抓住他的胃 朕要问你一件事 你为何 对朕这么好 嗯 皇上是臣妾的夫妻吗 当然要对你好了 只有你能保住我的命 必须得对你好啊 还是朕的蓝蓝好 皇上 你要答应臣妾 如果有人要欺负我的话 你要保护我 怎么会 有阵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朕会保护你一辈子 哦耶 终于拿到免死牌了 这条命算是稳了 对了 朕还有一事要与你说 什么事啊 朕要离开宫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后宫大事 一段严谨 啊 你要走啊 朕要去地方 视察民政啊 那你要走多久啊 已经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三个月 按照这后宫的尿性 太后和贵妃能搞死我一百回了 不行 皇上 你带臣妾一起走吧 兰儿不许胡闹 朕不在宫中这后宫大事 有太后啊 还有贵妃呢 她们岂能主持后宫大事 你是镇清风的皇后 手握皇后宝册 那自然是要应皇后的名字 果然职位越大 压力越大 那 若是他们对我不利的话 那该怎么办 谁敢 朕乃天子 谁敢忤逆朕 朕就要她的命 那他们 要是先弄死我 然后 再先找后动呢 男儿 你知道你不容易 是镇的发漆 你也要明白 这后宫啊 他不是宫子郎亲之地 朕保护你 你也得学会自保 再说 这也不可能 这护你时时刻刻 刚才还说护一辈子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好吧 但是 你要留个人给我 谁 你把赤公公留给我 这奴才 贪财势力 你怎么会忍他 他小毛病是不少 但是 他能在后宫混到这种地位 他肯定是有本事的 职场上有句话叫做 不管人品如何 先看能力 你在说什么呢 你别管了 你答应我就行了 好 真准了 还没有 箴不在宫里的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找不自己 你早去早回 好吧 恭送皇上 皇后娘娘 接下来的日子 全切一定会好好回事 哎呀 孙公公 托你帮我办件事 娘娘您吩咐 你帮我找出三个最擅长 膳食 药理 服饰的三个公女 来做我的贴身试壁 奴才这就去办 奴婢相勤 扣见娘娘 你有何长处呀 奴婢擅长膳食 无论什么样的菜系都会做 非常好 那你呢 奴婢主义 擅长剪裁刺绣 无论什么样式的衣裳 奴婢都能剪裁缝补补 可以可以 奴婢子苏 自由学习医术 扑通药理 非常好 孙公公 你辛苦了 你下去休息吧 你们三个来伺候本宫 是 嗯 以后啊 本宫的命 可都在你们三个手里了 啊 您说的哪里话 你已经几万千处来 一月深 谁还给了娘娘的命啊 是 皇上专处娘娘 这是人间接知道 这问题啊 她就出现在这 来 本宫教你们一个道理啊 这女人要想自保 她千万不能靠男人 这有时候啊 男人能靠得住 但大部分的时候 靠不住 嗯 娘娘说的好有道理啊 但是娘娘 你身边还有崔公公那种人 她能靠得住吗 是啊 公里人尽皆是崔公公 最是势力小人 嗨 职场 只有绝对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欣欣嚣嚷历来历往的 我已经给她涨了三倍工资了 反正 只要咱们有用得到她的时候 那就行了 娘娘 又有人知道果然神妙 努力气快不已 娘娘 太后让您过去一趟 娘娘 太后可是对您最不利的 您可要小心啊 来 本宫再教你们最后一个道理啊 这要想不备找茬 首先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你不变 用万变 怎么办 啊 对了 崔公公 太后找我啥事啊 好像是和一个宫女怀孕一世有关 啥 谁怀孕了 参见太后 不知太后召唤臣妾所为何事啊 找皇后来自然是有要事 钟贵妃你来说吧 是 皇后娘娘 这位是本宫的宫女宋氏 数月前曾蒙皇上灵性 近来她天魁有意 她一准断 说她已是梦雄有照 啊 蒙雄有照 唯你熊 还是太平熊 娘娘 梦雄有照 是只有孕了 恭喜恭喜啊 这狗男人 老处留情 宫女都不放 呸 宋氏有孕 哀家要策封她为贵人 谢太后 皇后 按照宫中规矩 皇后要照看好怀孕的妃嫔 那自今日起宋贵人就住在你那里吧 嗯 有照规矩吗 真的有 一代都是如此 嗯 太后 臣妾没生过孩子 当不好约嫂的 什么 约嫂 就是我们家乡把照顾产妇的女人 捧成为约嫂 这没学过就学呗 你是中宫皇后 要懂得表率啊 这何况以后 你自己也是要生育的 我先请报 不 太后故意把一个孕妇放在我这里 万一她有个闪失 就往我身上泼脏水 玩得溜呀 哎呀 太后 臣妾觉得不妥 怎么 难道你想违背宫中规矩 要是直接拒绝 她肯定又马上要我以敬效尤 我哪敢呀 臣妾是觉得呀 宋贵人住我那儿太挤了 谢公公 你把偏见收拾出来 给宋贵人住 是 让我旁的事 宋贵人家先告退啦 下去吧 老妖婆 狗皇帝刚走你就诚心有命 下官柳隋云叩见皇后娘娘 是柳大爷娘 快起来快起来 皇后娘娘你没事吧 你这脸你这脸你这是 任务旁定下官先行告退了 哎慢着 这个呀是我家紫苏 下官不敢 这是我家紫苏配置的药膏 很灵的 下官只是个情师 和了皇后娘娘 精自伤药 金自伤药啊 秦师怎么了 秦师也是人啊 真是其有自利 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在这宫中 下官不过只是个玩物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轻贱自己呢 你是人 你是男人 你是有尊严的 无论是谁都不能轻贱于你 这才是你做人的意义 你放心 谁要是再敢欺负 你就告诉本宫 我定不饶他 下官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些 哎 你这是干嘛呀 皇后娘娘的恩德 下官莫齿难忘 他人若皇后娘娘有危难 下官定万死不辞 把皇后娘娘安康 可怜啊 年纪轻轻 竟受死折磨 到底是谁把他打成那样 柳大人名人秦师 10次是 噢 太后还有这爱好呢 还是快就回去吧 宋贵人我这样过来吧 还有宋贵人哪个麻烦情 哎呀烦死了一天天 是真多 娘娘娘娘娘娘娘 啊 啊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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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母婴道不想干了 你怎么干 這一個個熬了幾個兔蕭似的 羊蟲香 還累 揚揚揚 對了 天天的宋貴人怎麼樣了 喵喵 那不是宋貴人那就是個祖宗 是啊他都快把我們吃了可能要暴斃了 啊 悶死了我要出去走走 貴人你剛喝了藥一個多休息 貴人你中午吃了那麼多 怎麼還吃啊 我餓呀 孕婦小都吃東西你怎麼不懂呀 貴人這裡面還有桃花粉 吃多了不好啊 罰死了這也不行啊也不行 乖乖啊 不知真心 菜有好種貴妃還要經常過來串門 做些吃的用的 努婢們還要一遍遍審核 啊這不是平白增加工作量嗎 娘娘 要不求太后把宋貴人送回去吧 天真 太后就是用她來噁心咱們娘娘的 只要宋貴人福光開而不保 一切絕對都在我們娘娘身上 我們妙妙也是妙 妙妙 心有慈禮 娘娘娘 太后我們得罪不死 努婢們 人命就是 別急 她有神功 我有科學 就讓她見識一下 科學的 待會兒把夏里耀的糕點給她吃 再在地上撒點華石粉 等她小產了我們就走 再把罪責都推給慕容蘭那個見識上 我看她怎麼叫 送貴人進來可好 給貴妃請安 你怎麼穿成這樣 皇后說 這是孕婦裝 你現在好歹也是貴人 要有點貴人的樣子 穿成這樣 成何體 本宮送給你的那些衣服呢 娘娘送的那些衣服 太累人了 臣妾覺得這衣服挺好的 至少 穿著是很透氣的 也罷 我這次來呢 是為了給你送點點心 快 給送給人承受 臣妾不餓 多少吃點吧 臣妾不餓 想先去睡會兒 娘娘請便吧 怎麼回事兒 怎麼回事兒 你们是没看到 那钟贵妃自己踩上去 摔出内熊呀 她怎么也没想到 娘娘早就一盼了她的一盼 娘娘高明 让我每日给送贵人吃花菜 土豆这些果腹感强的菜式 现在她每天除了吃饭 啥都不想吃 娘娘给设计的孕妇防花鞋 真是绝了 花石粉都摔不到她 最厉害的还是娘娘预判到了中国街会来搅局 我给送过人的安排药里面加了几味药 送过人喝了整天都困成小夜吗 根本就没时间搭理别人 哎反正啊 这回你们每个人的功劳是最大 那就奖励你们每个人 一百两 谢谢女皇后娘娘 怎么又傻了 一定是太后又在琢磨 怎么算你 情侣 都几个月了 如此天衣无风 还怎么嫁我给她 必须在皇帝回来之前嫁祸给皇后 你去礼部把顾大人找来 设个局 让慕容兰逃无可逃 谁 让宫里的人嘴都严实点 走路了风声 参见太后 哀家今日召你们前来 是有一事要辛劳你们 哼 让我禀退下人独自前来 老妖婆肯定没安好戏 各位娘娘小主 近来太后抱恙 需要宫内碎福气的四位娘娘为太后献上福袋 以保太后安康 原来这本宫这就回去多做几个福袋 皇后娘娘莫急 福袋已经做好 只需要四位娘娘将福袋挂到太后请殿里 为太后祈福即可 那就有劳各位把这福袋放到哀家请殿里吧 臣妾自当效力 嗯 等等 请殿是太后的四十房间 我们进去不太方便吧 皇后 进个请殿而已 不用那么前来 是啊 哀家都不介意 皇后介意什么 莫不是不想被哀家祈福 这请殿里一定有猫腻 可如今身边没人进去也不行啊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 臣妾自当效力 这场景感觉好像在哪部宫斗剧里看到 也是挂妇带 妹妹 皇后 你可敢发誓 从未想过陷害臣妾腹中孩儿 我我为何跟你 你啊啊 你又不思论想 糟了 只剩下我俩了 我来帮你 谢谢皇后娘娘 哎 谢皇后娘娘 没事 你干什么 皇后娘娘 臣妾知道 有人要陷害臣妾腹中孩儿 皇后娘娘 您一定要护我周全呀 这是自然 你先把手松开 快松手啊 不然我怕待会儿使出洪荒之力把你推开 娘娘 这前面只有咱们两个人 我怎么 有点害怕呀 你别瞎想 咱们给你出去吧 哦 对 你娘娘说的对 我就说 这儿有危险吧 我说你这开个光的嘴能不能闭是吧你 嗯 你是谁啊 你想干嘛 啊 我娘娘啊 什么 这是我知道你的目标是肚子对吧 要病啊哎等等等等 这是啊临死之前呢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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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快 你想這樣人是吧 那我先散了你 糟了 只想著不被家伙 結果自己的命要打上了 慢著 呃 柳大人 啊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怎麼死人了太后 剛才陳建宇宋貴仁在這店內 被這黑衣人襲擊了 沒錯 是這樣的 你說這黑衣人襲擊你 那你怎麼沒有死 死的是他 哎 你難道不應該先關心關心 這黑衣人怎麼在太后宮裡嗎 荒謬哀家店內怎會有黑衣人 就是沒準啊 這人是你帶進來的 你閉嘴吧你 這人好像是鍾貴妃宮裡的吧 好像是啊 只是長得像而已 鍾貴妃你怎麼解釋 你宮裡的人出現在太后宮裡 還要襲擊本宮與宋貴人 我怎麼知道這狗牛猜猜猜會出現在 啊 你剛才不是說好像是嗎 現在怎麼這麼快就承認了 是你宮裡的狗牛猜 我 哼 柳隨雲 你為何在此啊 就是 皇后 你怎麼和柳隨雲單獨在此 莫非 住口 柳大人剛剛救了本宮 要不是柳大人 本宮早就死於非命了 柳隨雲只是一個情師 為什麼要救你啊 莫非是你倆在此優惠 然後被黑衣人發現 殺人滅口了 你還真能顛倒黑白啊你 皇后 你和柳隨雲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此事必須要交代清楚 否則皇帝回來 下官為何在此 太后應該知道 說什麼呀 太后這般寵愛下官 下官出現在您的寢宮 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原來柳大人是太后的 哎 太后何等高貴啊 怎會行 你 你竟然敢做太后無理 柳隨雲只是一個奴才 太后卻問與她有高潛之事 哎 原來 太后和柳大人 有高潛之事啊 你閉嘴 奴才死罪 奴才死罪 你個吃裡扒味 你到底幫誰說話呢你 奴才有罪 請太后治罪 要向哀家饒了你 除非你說實話 哀家的意思你懂吧啊 嗯 那好 哀家問你 剛才 你是不是看到皇后 和這個黑衣人 在此行不軌之事 喂 你怎麼又把話題 衝我身上了 就是 剛剛只有皇后娘娘 一個人在這兒 哦不 還有黑衣人 還有柳大人 皇后娘娘 你挺會玩啊 下官只看見 黑衣人要襲擊皇后 下官不忍心 皇后受傷 所以就出手相救 不小心 殺了她 聽見沒 柳大人說的 這才是實話實說 你這個車裡扒味的 來人哪 把哀家的鞭子拿來 竟然被哀家的鞭子殺人 看你哀家不打 你哀家不打 太后 柳大人今日救了本宮一命 還請太后手下留情 哀家叫醒一個奴才 皇后最後傷管 皇后如此幫一個奴才 莫非皇后與之的奴才真的 啊 你你敢打我 你本宮乃政公皇后 你一個飛騎敢污衊本宮 本宮就敢打你 太后你再敢污衊 你就行手過後去 按下犯上就算 即刻掌斃 用太后的話就是 一 向 由 皇后與柳隨雲單獨出現在 哀家寢宮 此事的確百可莫辯 既如此 皇后 今天就不能讓柳隨雲在太后的邊下 皇后娘娘何必為了一個奴才頂張太后啊 無論如何 今天 你們誰也別想弄柳隨雲 皇后 難道你還想包庇柳隨雲嗎 臣妾不敢 不過 柳隨雲出現在太后寢宮 在床下 此事啊 太蹊蹺 能夠要帶他回去 好好的審問審問 哀家自會審問 不老皇后 怎能勞煩太后呀 皇上離宮前說了 後宮事宜一切交由臣妾通關 所以 不必太后放心了 太后皇后如此在乎柳隨雲 咱們有好戲 哎不管 你再次給俺家找一個啊 停車 不能比那個柳隨雲差 快去呀 臣妾遵旨 行了別叫了 我知道威脅 那我碰到不救柳隨雲 哎呦 快點來 你慢點 哎呦 我的皇后娘娘啊 你怎麼把柳大人 寄到咱們公里來了 怎麼 這點事我都不能自己做主啊 柳大人之前 可是太后身邊的人 你這麼做 她是明擺著跟太后對著干 這太后她想我死 她不是一天兩天了 既如此 那咱沒必要去討好她 再說了 這性格不合 別強行柳柯 咱們呀 別只用善良去趕快 哎呦 我的皇后娘娘啊 你還有心思說笑 我們才剛才打進道 皇上快要回宮了 什麼 這事可不敢讓皇上看見 只怕會是吃醋 這我倒是沒想到 糟了 那個狗皇帝是戀愛的 肯定也是醋壇子 他要是看到我和柳隨雲 一定撕亂我 還是讓柳大人趕緊回去吧 可不敢讓皇上看到啊 皇后娘娘下官感恩 還請皇后娘娘不要為難自己 放我回去吧 哎你快起來 你救了我一命 我怎麼能讓您在那繼續受苦呢 哦對了 你今日怎會在那啊 我當時撞見太后和鍾貴妃 密謀要害您 我當時就躲在那等候 多虧有你 你怎麼了 沒什麼 你把衣服脫了讓我看看 使不得使不得 怕啥呀你快點 哎呦 你快點 哎呦 皇上要是回來看到 咱都得碎尸萬段 如果苟皇帝回來 看到這一幕 警符 竟敢佩制製造姦夫 不不 皇上你替我解釋啊 去死 啊 啊 哎 太可怕了 等等 就算不被我皇帝發現 這柳雀雲的底層還不明朗 萬一他是 其實 我是太后派過來的臥底 哦 你中氣了 回頭我就告訴皇上 你和我思通 哈哈哈哈 行 更可怕了 不行 不能換了我的清白名勝 對 把它交給崔哥哥 娘娘 從今以後 我就是您的貼身太監啊 娘娘 娘娘 嗯 太噁心了 帥乖做太監 抱著天吾啊 要不 把他送回老家 他長那麼帥 老家在哪呢 我是波斯民教的聖火使者 特地來接你去總壇 做聖女的 請隨我來吧 嗯 先別瞎想了 哎呦 華姑娘就不好了 紅燒回來了 什麼 咋辦咋辦 這狗皇帝看到這幕 這一定會殺了我的 什麼 我 柳大人 我會你先進屋去躲躲 你柳大人我扶著您點吧 瘋了 來不及了 呼出去了 柳大人 一會我說什麼 你就做什麼 啊 邱公公 你快 先去迎接皇上 是 皇后也太不知廉恥了 皇上才離開幾日 竟然與一個情詩似偷 皇帝 待會你自己看就是了 這個女人水性洋花 當初我就告訴過你 不是個好東西 皇上 你待會看到一定要息怒 千萬別把龍體勤壞 無需對 奴才參見皇上 皇后人呢 我皇后娘娘她她在裡面 在裡面 那咱們直接進去吧 皇后娘娘說 現在不便打擾 不便打擾 哎呦皇后在裡面做什麼大事 那能幹什麼大事啊 咱們直接進去 你看究竟 起來沒聽見 皇上 皇上皇后在裡面 回皇上的話在裡面 除了皇后還有誰在裡面呀 還有 還有柳情詩 皇爹這回你信了吧 大白天的關這門 皇后和柳情詩在裡面做什麼呢 這孤男寡女的還能做什麼呀 哎呀 這種事兒 我看如果要是傳出去的話 皇上的顏面往哪搁呢 要不我們還是別進去 是啊皇爹 要不然咱就當不知道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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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這這 太好了 他們這是幹什麼了 這分明是污母之術 在宮中行此事 那是大逆不道 你們這是玩的哪一出啊 該不會是知道要死了 索性死前跟柳情詩 乾拆裂火 哎你閉嘴 不對 你能阻止多嗎 不會坐以待畢的 主員你看 那個衣服是不是很眼熟 對呀 這好像是 啊我懂了 呼吸是靈魂 專注是智慧 深呼吸 你這是幹什麼 身體的柔軟 來自於內心的寧靜 舒展 這是倆人拜天鏡啊 這倆人也太不要臉了 這不要臉 這也不要臉啊 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裡了 感謝學員們的信任 才讓我有機會 踏上這美麗的旅程 好生你回來了 那你這是在幹什麼 這是臣妾最新的一種訊息 叫做瑜伽 瑜伽 這是什麼 這個呀 是天竹國的一種養生方式 什麼瑜伽 哀家婆這把年紀 從未聽說過 本宮看根本不是什麼瑜伽 是偷家吧 偷人都偷到家裡來了 鍾貴妃 你說誰偷人呢 皇后娘娘 你跟柳隨琴師 下白天的關者們 一身不腫都在這兒 還有你解釋什麼 我怎麼一身不腫了 嬰 你來說 哎 疾病皇上 娘娘和柳琴師 所穿的是天竹國服飾 果真 是的 天竹國地處沿著 和我們中原不同 所以他們的服飾 會更開放一些 而且奴婢還聽說 要隨席瑜伽 需要吸收天地靈氣 所以才這麼穿 狡辯 我們也不是天竹國 穿這麼暴露幹什麼呀 姥姥 你怎麼哭了 臣妾委屈 委屈什麼 說出來 朕給你做出 臣妾照顧了 宋貴人一段日子 羨慕宋貴人懷有榮藝 皇上對臣妾一往情深 臣妾 不知幾時才能還上娄子 聽聞 那瑜伽可以強身健體 還亦有孕 所以 臣妾就找柳琴師前來教學 一派胡言 你也覺得本宮會 千真萬確 柳琴師 曾在西域學習過音樂 又對這瑜伽頗未了解 而且 他還經常出入太后傾伏 所以 臣妾覺得找柳琴師前來教學 皇上不會責怪的 我知道 皇上還是誤會了 原來如此 是真難錯 皇上 嗯 那 你怎麼出汗了 啊 還是冷汗 臣妾以為 一般只有說謊的人才會出冷汗 皇后娘娘 不會是心裡有鬼 被嚇出來的吧 楠兒 你在害怕什麼 糟了 這人又給我挖坑 你在害怕什麼 快說 你在害怕什麼 我 當著皇上的面說謊 當然還留下背 什麼養生 什麼瑜伽 我看 就是掩人耳目吧 這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你騙得了皇上 還能騙得了自己嗎皇后 皇上 娘娘出汗是因為排毒 排毒 是 因為娘娘練習瑜伽時候尚淺 所以不知道會流這麼多汗 才回答不上來的 當真如此 真的奴婢不敢撒謊 你娘出汗了都不知道 皇后娘娘 你只不過做了幾個動作 就說是什麼 瑜伽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嗎 有 你還覺得很簡單了 要不 試試試試試就是試 你以為本宮怕你還不怕 好啊 哼 啊 啊 你幹什麼 你不說簡單嗎 來第一個動作啊 伸展動啊 啊我的腰我的腰 完了啊 給來個 雙腳零化 啊 啊 皇上皇上 人家的腿啊 這就受不了了 你剛才說簡單 這瑜伽呀 若非每日練習 達不到良良症儒韌度的 看來朗兒能達到如此儒韌度 真是辛苦 傳證旨意 皇后 魏宗刺激 勤戀 勤戀 瑜伽 勤戀瑜伽 刻上 贖錦一匹 黃金千兩 贖錦一匹 贖錦一匹 後家伙 終於過關了 哎呦 哎呦皇上你別鬧 老實說 這段時間 真真想見 不想 什麼 你白天還要拿劍砍死我了 誰會想 好了好了 真知道錯了 所以不是 這瘋瑜伽 這瘋瑜伽 可以你壞死我了 哎 那你這瑜伽當真神奇啊 真感覺 你最近 瘋瑜伽了不是 啊 瑜伽是減肥的 咋到你這兒成增肥的了 對了 你這有沒有什麼養生的方法 適合鎮的 你要幹嘛 這瀾阿練瑜伽變得更漂亮了 那鎮自然也要養生 這樣才能配得上 你真想啊 嗯 快說嘛 當然有了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好嘞 好嘞 皇上你已經很厲害了 這樣做 真的有用啊 當然有了 稍等啊 哦 這麼神奇啊 有效果吧 那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更喜歡這了 討厭 人家更喜歡腹肌 那你說 這個腹肌怎麼勒 哎皇上你今天已經很累了 咱們改天吧 只要你喜歡 哪怕再累 真也願意練 在這個宮裡 只有皇上做得不好 近日啊 只剩魯莽 正向你跑車 以後 接不 皇上 這下就算穩了 皇帝回來了 算不用擔驚受判了 大半夜的怎麼會有危險 我不會是爸爸 咱們的 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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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情況如何 老臣 無能為力 什麼意思啊 皇上他刪到了經果 恐怕以後的日子 都要與病他 為伴了 什麼 皇上 皇上 糟了 皇上是成植物人了嗎 這可怎麼辦呀 太醫 醫你看 皇上有沒有可能會好起來 恐怕 太后 皇上一病不起 這可怎麼辦呀 是啊 這國不可一日無君呢 臣妾建議 先由太后領政 穩住朝市要緊啊 放肆啊 國家大事 幾如你一個貧婿在這妄議 皇后 我們都是妃妾 可太后 是天下人的太后 皇上無法臨政 那讓太后先臨政 也無妨啊 劉公公 玉璽放在哪呢 你要幹什麼 這玉璽 還是先由哀家來保管 太后 玉璽就在皇上的龍榻上 太后 你敢胡來 你幹什麼 你放開我 放開我啊 放手 放手 放開我 放開我啊 你放手 啊 放手 放手 你啊 放手 你啊 你敢推安家 宣稱是皇上 也是我的丈夫 誰敢對他無理 就別怪我對他不客氣 皇上 皇上他動了 你是讓我 好管玉璽 若接了這玉璽 肯定惹出一身祸身 但若不接 你放心 你保護我很久了 從現在開始 換我保護你 皇上已將玉璽交由本宮保管 在皇上龍體康復之前 誰都別想打著玉璽的主意 自今日起 前朝 後宮 事無巨細 都要向本宮禀報 皇后 你敢對太后下令 玉璽在此 莫說下令 就是極可掌斃 言話若占 你還不會下 臣妾遵旨 怎麼回事 難道皇上有危險 你們又來幹什麼呀 皇后把玉璽交出來 皇上交由本宮保管的 本宮說過 你們誰都別想惦記他 皇后 你也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 皇上交給你 可有皇上的聖旨啊 當日皇上交由本宮 太后和貴妃 可是親眼所見呀 哀家可沒看見 哀家只知道 自你進宮之后 皇帝就跟失心瘋了一樣 竟敢武力哀家 頂撞皇叔 含沙大臣落後宮 如你這幫紅顏祸水 如今竟也想把持著這玉璽 不非是想篡位 太后大可不必污衊本宮 皇上現在 本宮如何篡位呀 太醫都說了 皇上病體何時康復 尚未定數 所以今兒個 太后帶著文武大臣前來 就是為了商議 新君 新君 哀家身為太后 皇帝病危時 自然是可以意定新君 皇上如今膝下無死 哪兒來的新君 這個嘛就不勞皇后費心了 男人呢 王爺 王爺 林川王 林川王 林川王是他 我跟先帝的弟子 當今皇上的新義 那為何 他當年沒有繼承皇位啊 人心不斷 先帝奏母他 兒臣 拜見母后 皇后 林川王的身份血統足以繼承霸 荒謬 皇上少哉 何談繼承大頭 皇嫂 皇兄如今半生不遂 你還要讓一個攤子當國君 你是想讓四方諸國嘲笑我們嗎 您說王是吧 來 來 怎麼敢打我 你出言不遜污衊皇上 本宮就替皇上教訓你 母后 素人分明想罷架遇襲 想篡位 大好河山 此能落入旁人之手 沒錯 各位大臣都看到了 皇后不肯交出遇襲 就是想等著皇帝駕崩之後 無奈大創 御前侍衛何在 將這妖婦拿下 我看誰敢 皇上尚未嫁了 就算哪一日啊 皇上真不在了 那也輪不到你凌川王 進入地位 你說什麼 皇上 自有此地場 荒謬 皇上何來子嗣 太后難道忘了嗎 宋貴人已經懷有龍胎八月 只要宋貴人誕下皇子 那他就是太子 本宮身為嫡母 自然竭盡全力保護太子 娘娘 娘娘不好了 宋貴人被人推倒 現在又滑開之下 方才 盧比陪宋貴人去領月利銀子 突然衝出來一個黑衣人 撞到宋貴人就跑了 現在情況怎麼樣 情況不妙 恐怕 恐怕什麼 快去救人啊 一定要母子平安呀 你們太殘忍了 你們連冤婦都不放過 皇后 你可不要血口噴人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們害人呢 宋貴人若是母子平安便好 如若不然 本宮就算是翻遍整個皇宮 也要找出幕後凶手 徐公 這一胎要是保不住 他們就要篡位了 來人呢 快去召集太医 務必要保住宋貴人的龍胎 前前先去看看宋貴人 站住 沒有本宮的命令 今天誰也別想從這裡離開一步 放 你敢挾持挨架 玉璽在此 誰敢骨頭 玉前示威 格殺勿論 皇后 你就是要造反的 住口 如今保住皇上的龍翼最有要件 你們誰都不許去打擾宋貴人 本王 現在就要出去 看看你能拿我怎麼走 你敢敢不敢自己看 娘娘 情況如何 娘娘宋個人他生了 太好了 牧子平安嗎 宋個人情況穩定 孩子也很健康 太好了 臉上之下可以放心了 本宮一定要親自照顧小皇子 皇上的血脈 不讓某些人有機可乘 怎麼會這樣 怎麼還是危急狀態 難道孩子有問題 孩子真的生下來了 千分萬血是男是女 快說 是位公主 公主好呀 那這哀家 豈不是又多了一個孫女啊 母后 皇兄 生了一個女兒 若哪一天皇兄不在了 難道讓我這大侄女 繼承王位嗎 你們 你們笑什麼 當然現在是上你了呀 皇后娘娘 千算萬算沒算到 宋貴人生了一個女兒吧 哈哈哈哈 看來 某些人 垂簾聽證的千秋大夢 要醒醒了 這個迷女 剛進宮就被封為皇后 如今還想著垂簾聽證 就憑你 嘿 朱貴妃 朱貴妃 埃家現在命你 去把玉璽拿過來 皇后娘娘 我有 那 趕 你個賤 我已經忍你很久 我看現在誰還護得了 你怎麼看我幹什麼 怎麼 很久沒被我打 陌生了 放肆 放肆 放肆就放肆 現在皇上已經護不了你 我看你啊 還是乖乖把玉璽交出 要不然我一刀捅了你 再拿玉璽 就是麻煩點吧 老天爺 我這局面還有救嗎 朗朗 奇怪 朱貴妃一過來 金包就解除了 難道能救我的人是他 還是他身上有東西能救我 幹什麼 你和紫蘇一起 是啊 你信不信本宮把你們碎屍萬段 有件事 別吵了 你敢這麼跟本宮說話 幹什麼 娘娘 公司太有喜了 有了 你胡說什麼 什麼有了 有喜了呀 您這賣相猶如滾珠 這就是應付的華麥呀 你這丫頭騙子胡說什麼 紫蘇自小學醫 他的醫術絕對錯不了 你若不信 可以請太醫過來看看呀 貴妃 你真的有喜了 可是皇上已經幾個月沒翻牌子了 對喲 皇上幾個月都沒有翻牌子 那貴妃肚子裡的孩子 難不成 貴妃 你實話實說 哀家自會為你做主 這孩子到底是不是皇上的 中貴妃 我勸你想清楚了再說 如果你肚子裡的孩子不是皇上的 那我就告你私通 就算是太后也保不了你 畢竟 這可是九族 這可是九族蕭蕭那的大罪哦 我說 你肚子裡的孩子 是不是皇上的 是啊 怎麼可能不是皇上 這 皇上 近幾個月都沒翻你的牌子 你怎麼 皇上是幾個月都沒有翻牌子了 可是皇后進宮之後 皇上就沒有了翻牌子的習慣 平時呢 皇上在往後 偶爾也會來臣妻 這 那這就對了 太后 既然中貴妃她肚子裡懷有龍翼 那商議新君的事 是不是得等中貴妃把龍子生下來再說呀 好好好 皇后果然是聰明啊 不敢不敢 臣妾不是聰明 是命大 都快死了 結果 被一直看我不爽的貴妃姐姐給救了 貴妃姐姐 你是不是自己也沒想到 凌川王怎麼動那麼大氣 難道中貴妃這孩子 貴妃姐姐 如今你肚子裡的 可是隆腫 一定要保護好 就不勞娘娘肺心 娘娘 現在你在怎麼辦呀 啊 貴妃娘娘 啊 貴妃娘娘 那快死了在背後下人家 今兒去找太爺瞧了嗎 瞧過了 我真有了 是我的 废話 不是你的還能有誰的 那狗皇帝 一年都沒翻過我牌子 可惡啊 今天 又被那個賤人擺來的 把我的孩子 說成是狗皇帝的 那 你說現在怎麼辦 現在 眼下知己 雙心除掉那狗 我可不想孩子生下來 喊他爹 那 你想怎麼辦 是下毒 還是放火 在除掉狗皇帝之前 我們要先除掉那個賤人 你是說皇后 沒錯 就是那個賤人 三番五次的壞我們的好事 等男人母后要他一起賞花 我會找人 把他扔進荷花池裡餵魚 誰 是你 狗洞菜 狗洞菜 人呢 找他來了 跟我來 柳琴師 公公我要見皇后娘娘 我要見皇后娘娘 柳大人 你每次見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都差點沒命 你就行行好 快走吧 公公 我真的有要事要見皇后娘娘 此事 光顧皇后娘娘的安好 你不來 皇后娘娘就安好了 快走了 果然在這 跟我進去見皇后娘娘 王爷你這是 滚開 跟我離開 走 大胆 你竟敢擅闖皇上請功 皇后娘娘 本王特意抓來這 給你定罪 柳大人 皇后娘娘我 他犯了什麼罪 皇后娘娘 六七師 輕薄成怯 我沒有 本王親自看到的 還有 這些宮女 也都可以作證 你屑口翻人 明明是你和中貴妃 兩人在御花院裡面私通 被我撞進了 胡說八道 皇王爺 請你自重 皇后娘娘 本王知道 你和這狗奴才私交不同 所以特地抓來 交給你發了 你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娘娘作聲不短 不如問問 皇兄 不知道皇兄躺在那兒 你奶奶 皇兄 站住 皇兄 本宮不信 柳大人會倾國中貴妃 此時必有蹊蹺 皇后娘娘 臣妾知道 你一直不喜歡我 如今臣妾被輕薄 你卻當做什麼事 都沒有發生一樣 臣妾 不如一頭賬死算了 娘娘 明目張等 你全謀私 莫非 難道真的與這柳情詩有高興之事 重口 你再敢胡言 本宮對你不客氣 娘娘 公道 自在人心 今天你不讓我說 難道這宮裡的人 也都不說嗎 今天你讓我閉嘴 明天整個皇宮都會知道 皇上的貴妃被輕薄 皇上的皇后與情詩 有意退 有意退 皇上皇上你別聽他們胡說呀 哦 皇兄 原來你聽得見啊 現在整個皇宮都知道 皇上的後宮 給您戴綠帽子 哈哈哈哈哈哈 太醫 皇上太醫 娘娘 皇上他急火攻心 如果再這樣下去 只怕 皇后 皇上都被你氣倒了 你還不把這個柳隨雲殺了 給皇上解氣啊 住口 真相未明 七顆草劫人命 好好好 皇后娘娘 果然是要互斷了 娘 我想了 我舉酒在他身上 肯定沒錯 真假如何 本宮自為查明 崔公公 帶他們去片店 是 好了 你們兩方的話呢 本宮差不多都聽明白了 既如此 娘娘 您是要偏袒這奴才 還是給貴妃一個交代 別急呀 本宮呢 還有些不明白 這半夜三更的 中貴妃為啥到玉花園去 還好巧不巧的 在那碰見王爺了 對了啊 還有那些宮女們 她們竟然都看見了 那為啥不阻止 還眼睜睜的 看著貴妃被輕薄 然後自顧自的 自開 吃瓜 宮女怎麼阻止嘛 柳隨雲這麼大一個男人 只有王爺阻止 那我還是想問一下王爺 你為啥半夜不睡覺 去玉花園呢 本王還須向你解釋嗎 現在悠悠眾口 都說這柳隨雲有罪 王后故意偏袒 莫非 行了 這樣的悠悠眾口啊 總公隨隨便便 能給你找出一百個來 不過 王爺要是真想證明點啥 本公幫你 秋公公 在 去把那個壇子拿過來 去 壇子 這個壇子裏呀 是一條五步蛇 只要讓他咬一口 把上臉的小臉肥了 你想他嗎 不過呀 這蛇有個脾氣 他專咬撒謊的人 本公給你示範一下啊 本公在此聲明 我只愛皇上一人 從未有琴師 有不思情 看吧 本公的手沒事兒 王爺 你來試試 請 請吧 既然王爺想自證清白 那你就把手伸進去 娘娘 下官願自證清白 下官並未親薄鍾貴妃 而是撞見鍾貴妃 和林川王在私通 放肆 王爺 我看這蛇 壓根就不了人了 啊 貴妃是在說我虛張聲勢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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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試試啊 乖乖 哎呀 你就試試呗 哎 嗯 貴妃不肯 那要不還是王爺來吧 一樣的 只要你們沒說謊 那王爺的手就不會有事啊 來就來 誰怕誰啊 請吧 呦不敢了 謙虛了 胡說 我 那王 隨便不是 方便方便 那王爺你去方便啊 我們在這兒等你回來 一定要回來哦 怎麼辦 這竟然真的是虧忌的 有辦法了 本王這就是給你看 本王與鍾貴妃沒有私通 是柳隨雲 親薄貴妃 請吧 快別急啊 你再泡一會兒 要幹嘛 王爺快出來 你沒有蛇 我 啊 他沒有 准太醫 太醫 快 哎呀王爺放心 你這手變紅呀 不是蛇咬的 而是你自己 桌的 說這麼話呀 小時候看戲學過 用一條蛇 最能測試人心 那皇后娘娘 王爺的手 既然沒有被蛇咬 那就證明王爺沒有說過 可是這蛇也沒有咬我 也沒有咬皇后 我們都沒有說謊 皇后 你這蛇 到底靈不靈 哎呀 蛇靈不靈我不知道 但是王爺做賊心虛 那倒是真的 其實這裡面的蛇呀 早就已經被我拔掉了瓶牙 根本就沒有 嗯啊 只不過呢 他裡面加了點強身健體的東西 枸杞 為什麼加枸杞 這是我家紫蘇說的 這潭水裡面加了枸杞 只要沾上了一點點雄火 那麼他的手就會變成糊塞 而王爺的手變成糊塞呢 就是因為 你的手上擦了十組的雄火 那又怎樣 那你好好的你幹嘛擦雄火呀 那只能說明你做賊心虛 你剛剛偷偷去外面 在手上擦了雄火 就是為了怕被毒蛇咬 沒想到吧 我準備這潭水 不是為了讓蛇咬你 而是為了證明你 做賊心虛 這才句話 怎麼就做賊心虛了 我和柳隨雲 我們倆都不怕被蛇咬 為什麼你怕 那只能證明 你在說謊 娘娘說的對 我柳隨雲 行的端做的正 根本不怕 王爺 事到如今還有 來人呢 凌川王污衊本宮調謝貴妃 即刻壓著大牢 你敢 本王是皇上親帝太后嫡子 我管你是誰 事到如今你還敢狡辯 去公公 在帶下去 行負三十六道行發 全部讓他嘗一遍 是 王救我 別怕有母后在 王后 你為何要抓我皇兒 太后 這事情的來龍去脈 你還要我給你講一遍 哀家可聽說了 王后身為六公之主 僅持虛妄之言 就定王爺的罪 什麼時候他沒有王法 虛妄 王爺他做賊心虛 證據確鑿 何來虛妄 妄妙 想來捉賊捉髒 捉奸捉霜 如今你只是空口無憑 僅用一條沒有牙齒的蛇 就想定王爺的罪 把罪名做實 要是這樣可行 那以後雅滿都別想審案子了 王爺就差自己承認了 不過這都不算做實罪名 那怎麼才能做實 除非他自己欺負承認 果真 否則你就想聽王爺的罪 王二 律公 且慢 明川王冒犯皇上出言不遜 暗律應當收奸 帶下去 我看誰敢 太后 你要是阻攔 你怕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裡 你 王爺救我 回宮再說 鍾貴妃這麼關心這個 他倆肯定 娘娘 娘娘 不好了 娘娘 怎麼了 盧比剛剛去太醫院取藥 發現太后的人 正在和太醫們喝酒 還塞了銀子 糟了 這太后是明擺著要收買太醫院辦事 可皇上的藥怎麼辦呢 紫蘇 以後皇上的藥 你親自負責 是 不止這些 太后還調換了御膳房總管 皇上和娘娘的膳食 以後 都由太后的人負責了 什麼 這 奴婢去監視房領 約立銀子時 發現太后 已經在準備龍袍的意料了 而且尺寸 還是按林川王做的 嘿呦喂 太后真是準備 拼死一搏了呀娘娘 皇上病著 太后只要弄死本宮 就沒人能阻擋得了她了 皇后娘娘 有大人 臣蒙皇后娘娘相救 下官不能做事 太后步步緊逼 大人有何妙计 太后對下官還算随暗 下官只要靠近 找個機會 日式聚文 不行 此事從上記憶 岂能牺牲你自己啊 娘娘 柳大人也是一片忠誠啊 此事不許再言 柳大人 現在情況危急 你就在本宮的偏殿住著 不能隨意走動 娘娘 這與裏不合啊 外男是不得入住皇上和皇后的偏殿的 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柳大人為人光明磊落 本宮更是心胸坦道 有何所拒 可皇上是不會同意的 本宮清清白白 自會和皇上解釋 你們放心 本宮和皇上一定會安然無恙 無論如何都不會犧牲 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皇上 皇上你醒了 皇上你醒了 皇上 別怕 我沒事 皇上 你再不行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朕答應過你 絕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 她任何人都不行 太好了 老皇上在 我就不怕太后他們了 事已至此 朕也不會給他們留餘地了 還練下去 將太后和重貴給 下雨吧 不行 太后他們只是在密謀 還沒有直接證據就能證明 得讓他們自己招供才行 朕安說得對 那 怎麼才能讓他們自己招供 也許 那個人可以幫得上嗎 娘娘 巧貴妃來了 參見皇后娘娘 平身吧 巧貴妃 皇上 已經安康了 您可知 真的嗎 那太好了 可是如今 太后和臨川王 正在密謀奪權的事情 你知道嗎 臣妾 臣妾 本宮就不跟你繞彎子了 今日找你來 就是想跟你生了一件大事 大事 這件事啊 關係到你下半輩子的生殖家 榮華富貴 這些年 雖然皇上不怎麼寵愛你 但是身為貴妃 如果皇上嘎了 你可就啥都沒了 臣妾明白 中貴妃她可不一樣 她是太后的人 而且 她跟臨川王的那些貓膩關係 你肯定也有所耳骨吧 對她而言 她爸爸的皇上早點死了 但是對你而言 下半輩子的榮華富貴 可就都指望皇上了 我說的沒錯吧 皇后娘娘 你想讓臣妾怎麼做 您就沒說吧 你們這幫狗奴才 快給我放出去 我可是臨川王 王爺 喬貴妃 你怎麼來了 王爺 你沒事吧 幹什麼 王爺 妾身仰慕你已久 你難道都不知道嗎 啊 皇上一直不寵愛妾身 可妾身 也是女人呀 王爺英姿洒爽 妾身 仰慕已久 那 我怕被別人看見啊 怕什麼 不瞞您說 妾身已經得到消息 那狗皇帝已經駕崩了 真的 哈哈哈 我王爺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王爺 那以後等你登機了 能不能我從妾身為母后 美人兒 江山都是真的 連你也是真的 走 咱進去找母后 哎 且慢 等你出去了 您只認中姐姐 不要妾身 怎麼會呢 那你現在就答應我 不然我可就喊人了 別別 好 我真的要給你立 呢 白紙黑字 一字句哦 正今日登基 立喬氏姍姍為后 親此 哈哈哈哈 好本王 不 這 這就給你立 走 咱先去找母后 你想去哪啊 你想去哪啊 你們幹什麼 皇后娘娘 妾身已經半妥了 妾身 你算計我 太后說 除非你親口承認 否則不能算做事罪 那不知道 親筆畫鴨的 算不算呢 賤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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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賤人 賤婦 好 辛苦 健康了 我們還有下一步 切身明白 太后 王爷还在里面关着呢 您快想想办法呀 急什么 哀家已经买通了太医院和御膳房 明天就让皇后那个贱人贱鬼去 这只要除了她 皇帝还不好办了吗 太后 乔贵人 你怎么来了 天老已经传出消息 皇后把凌川王带走了 宫中都已经知道了 那个贱人 秦贱 逗皇儿 你是知道皇上已经不行了 皇后怕凌川王登基先下手了 哼 哀家下手比他更快 你去准备些点心 给皇上皇后送去 啊 我 还不快去 早早收拾那对狗男女 啊 与其坐以待毙 你真正对 皇后 皇后娘娘 太后命臣妾送一盘点心给您和皇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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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 啊 啊 哀家赢了 你就死心本 太后 快把凌川王放出来呀 急什么 现在玉玺在哀家手里 咱们也该算算总账了 你们想怎么样 皇后 哀家本来可没打算赌死 谁让你这么爱事呢 不过你放心 等你一死 哀家自会让你和玄臣合葬 玄臣可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 我呸 养不熟的白眼老 这种爱女人不爱江山的东西 怎配做埃家的儿子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养大的 埃家养他 不过是为了大权在握 见识 反正你都要死了 埃家就跟你讲个故事 就跟你跟埃家讲的故事一样 是吗 离毛换太子 太后 怕什么 反正现在天下都是埃家和临川王 总你别紧了一块男兽 像当年埃家也是皇后 先帝不爱我 唯独宠爱梅妃 埃家怕极了 尤其是梅妃还生下了皇子 就是玄臣 埃家岂能容忍梅妃母平子贵 然后你就 然后埃家就给梅妃送了一盘桃花酥 就跟你刚才吃的一样 你猜怎么着 梅妃吃完就肚子疼 疼着疼着就死了 皇帝的生母 居然是埃家毒死的 毒死 只可惜埃家筹谋这么多 其实根本没必要 后来埃家也怀孕了 埃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离穿我 那埃家又怎么会要这个钱钱呢 毒输 啊你怎么 没想到 朕没事 怎么样 我眼睛不错吧 你们 你们竟敢算计埃家 没人算计你 是你自己鬼迷心窍 朕可是听到 你毒害了朕的生日 你想干嘛 又许再次 皇帝不得伤害埃家 你要不你自己打开看看 你看那里面是什么 这 这 这条命 还是 没保住 原来我不是九条命是可以死九次啊 乖乖 你 你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你 我死多了我再就知道了 来人把这些乱 权贼 跟着拖下去啊 皇上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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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呀 还好小命多 秦强你保证 一会儿 再也不会让人伤害你了 你再想害我 我也没车了 下班辈子不能卡bug了 想想就心累 经历了这么多事 真知道 只有你对真是真心的 所以这样给你一个 来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免死金牌 真怕你不够用 给你打了九块 太好了 我又有九条命了 一切风平浪静后 我和玄辰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日子 当然 大部分时间 他忙着朝政 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皇帝 哦对了 为了感恩柳隋云 冒死报信 玄辰给了他一个好出路 让他娶了皇帝亲妹妹 多罗公主 都以为那是一门好归宿 和画风 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 老少 波罗公主和顾马柳醉林 请安安安 啊 快去 参见皇兄 参见皇上 此番出去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啊回皇上此次出行赏心悦目 多亏有公主的照料 下官才有此殊荣 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你不说给柳瑞云找了个好归宿吗 找了个这么个鬼男馋呀 不赶你操心的事情就不用操了 再说人家柳瑞云能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啊 走我带你去看看 公主请喝茶 慢吞吞 不要咳死我了 狗奴才你要烫索啊 等一下有好戏感 烫什么烫爱喝不喝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是公主 你不过是公主又怎么样 下官虽然是寝室出身 但也是人也有尊严 是你公主就能随便奚落的 你我什么我皇上让我做驸马 就是让我管教你这个刁蛮公主的 我是你的丈夫我尊重你 你也必须尊重我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 嗯 知道了啦 羞什么羞啊 娘子 你今天想吃什么 嗯 我想吃 好家伙 柳瑞云他终于硬起来了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鼓励 跟你说了不用担心 真好 他终于不怕再被人欺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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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不怕再被人欺负了